欢迎至于回到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这些年大陆的消费能力成长速度惊人 也培养出不少会吃也懂得吃的掏客 在山东呢有台商引进了日本和牛的养殖技术 透过让牛汁听音乐做玫瑰金油SPA 把这个鲁锡的黄牛可以说牛转乾坤 养成了一公斤要价台币四千五的顶级肉牛 什么叫牛气冲天 瞧这就知道 说他牛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山东济南这家餐厅只卖牛 而且还是全大陆最贵的牛 我领我全国各地的客户来这品尝 都是第一个 特别嫩 对在其他地方呢就是生吃我是不敢吃的 牛的腰油 抹上纯正牛油呵护软嫩肉质 高温相间封住鲜甜肉汁 菲利牛肉中的奢华极品 这里一公斤就要一千块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四千五 菲利来说菲利是整头牛身上最嫩的一部分 它油分较少 但是它非常软 因为它是在脊柱内侧的两条通流 也叫做这个鲤鸡肉 至于这乐野油花分布均匀密集 如同大理石般美丽纹理 入口柔润鲜嫩 更是涮锅中一等一的高级食材 以为这是日本和牛吗 他们是驾驾 这边就用一个紫外线扩检 针对鞋子鞋底做消毒 进场前先消毒 光是这个小动作 就知道里头住的都是教科 他们是鲁锡黄牛 以皮薄肉鲜铲肉绿高著称 位列中国五大名牛 除了天生力质 想拥有一般黄牛的十倍身价 还得靠后天加持 给牛做按摩的时候 能够让他的身体 他的血液循环能够变得更好 这样子他肉质上 也会起了一个很好的变化 做SPA手法超讲究 第一道厨师顺毛 跟着再用玫瑰精油按摩机理 而舒缓心情 别忘了对牛弹琴 按摩要聆听小提琴的悠扬 配合牛汁作息 吃饭喝水 播放的是节奏轻快的钢琴曲 你很烦耶 来来来 他就一定要把他吃光了 再回来吃他自己的 来自台湾的谢良家 过去从事IT科技 五年前和友人集资一亿台币 在山东搞牧场转战农业 这么跳透原因很牛 我们几个喜欢吃牛肉的人 但基于喜欢吃牛肉 就想要做农业这一块 整套的科技我想 不比鸿海的科技充分低 于是与日本技术合作 在山东复制和牛养殖经验 但门外汉踏入行才知道里头的学问 可不比电脑程式来得简单 给肿牛吃生鸡蛋补体力 天天观察牛汁的饮食掌握健康 即便喝的是源自泰山的 纯净矿泉水也不放心 得再经过五道过滤工序 甚至天冷了还要加温 好生伺候 把一个普通的牛 饲养成全世界最顶尖的肉 这应该是另外一番的成就感 外头养牛成本是六千人民币 谢良家的牛硬是要三万五 贵了快六倍 把这些年大陆消费能力成长惊人 专攻顶级包单客群 照样供应求 谢良家计划两年内 从现有的两百八十头 扩产到八百头 但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 也能让台湾老家 尝尝着超越和牛的细腻好滋味